各位 今天的《儒是我民》 現在開始了 今天就是講邪教 我準備跟大家分享一下關於優冥這樣的地方 優冥這個字在中國的經典來講很早已經有了 其實就是講死後的去說 優就很優靜 冥有死亡的意思 優冥這個地方各種文化或者各種的宗教都有它不同的講法 我今天準備要跟大家講的 只不過是其中一部份 是講中國 中國優式道三家主要是中國人的哲學和信仰 佛家是來自印度的 我們遲些會繼續講 道家是中國的 出於和道字 這個道的哲學 老子和莊子 有沒有拉扭呢?有一點點 但主要就是用它的名字 其實都不是那麽 老子莊子的哲學為基礎的 講到中國匯合了道家佛家或者儒教的理論 產生的民間宗教呢 反而是佔了一個很大的部分 我所講的呢 以今天所講的就是民間宗教 民間信仰裏面的優冥地方 將來呢 再會講中國其他宗教和哲學上的優冥 以及呢 世界各地的 譬如 古希臘的 古耶教的希伯來人的 我呢 都可以呢 和大家分享一下 講到中國的民間信仰的優冥地方呢 首先呢 我想講一個地方呢 就是道家 道教 不是道家 道教裡面呢 或者民間宗教裡面呢 經常講到的 叫鬼沒關 那 那麼 中國人呢 認為 人死就虐鬼 鬼者 歸也 歸就是回去這樣 本來呢 如果沒有其他的宗教和哲學的思想呢 人 死為鬼呢 並不可報 只不過是一種歸家的靈魂而已 但是一侵了印度的佛學 佛家的講法之後呢 人死了之後呢 會受到六道的輪迴 其中有一個輪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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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叫做 叫做 惡鬼道 那這裡呢 比較 得人驚一點 地獄道呢 更加得人驚 是一個呢 審判的地方 而且呢 行刑的地方 不過這個刑罰呢 相當之殘酷 那究竟人的靈魂 沒有肉體 它會不會感受到 酷刑的痛苦呢 在裡面呢 自然呢 感覺到 因為懲罰性 所以是有痛苦的 譬如火燒 寒冷 譬如下油鑊 歐尼根 這些等等呢 都會產生很大的痛苦 而且是一個很嚴厲的懲罰 但這種懲罰呢 在佛家的嚴皇殿裡面的懲罰呢 加了這個中華的思想下去之後呢 就變成一種非常殘酷的 無人性的懲罰 但是他們對的 對象都是一些壞人 壞人 奸人 所以很多人都不會太過苛窄它 但是看到這些都是很多人害怕的 那麼 中國民間來說呢 鬼呢 變成 除了人 死弱鬼之外呢 還覺得是一個靈魂 尤其是道教裡面呢 講這個靈魂都會輪迴的 他首先呢 首先呢 先去了土地公公那裡 註銷了個護賊先 這是一個傳說來的 民間信仰裡頭呢 民間的習俗裡面呢 就說 他死了之後 馬上就去土地公公那裡 講出 他已經取消他的戶口了 取消他的戶口了 接著呢 他去城王那裡 城王呢 爺爺 城王在中國來說 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小臣 但是非常重要 城王的意思就是 他是當地的城池的 護城河的神 一般來說呢 都是以當地有貢獻的 有對民間有貢獻的人呢 就奉為城王 上海城王廟很出名 有三個城王 上海城王廟的出名呢 就是因為他外面有很多小吃 所謂上海城王廟的小吃 大家呢 不妨也去試一下 尤其那些南場小籠包 很出名 那麼 去到這個 城王廟註銷了地方的戶籍之後呢 他們呢 直上一條 好走的路了 這條路呢 直去到鬼門關 鬼門關呢 這個是一個想像的一個關口 如果說報警呢 你計呢 他跟中國其他的關口呢 差不多一樣 成本 高大的城牆 但是前面呢 就有一些鬼捉 那些鬼捉 多數是牛頭馬面 巴掌著 那甚至乎 甚至乎 在中國的 傳說裏面呢 在這個人 臨終的時候呢 他就會聽到一些枷鎖聲 靈靈靈靈靈靈 原來呢 就是那些鬼捉 那些鬼捉呢 牛頭馬面 這個是在佛教的神裡面 借了過來的 在那裡 也有說到呢 也有說到呢 又相信黑無常mouth無常 兩位戴了高帽的陰間的大師 就來將你的靈魂鎖起 然後呢 將你的靈魂鎖起 然後呢 這個呢 又是一個傳說來的 大家信者有不信就無 到達一個地方叫做鬼門關的時候 鬼門關自然參考著人間的秩序 有刊門的武將 他拿著一本《生死賊》 大家還記得《西遊記》裏面有一本《生死賊》 《生死賊》就是很早之前已經在你出生的時候寫下來 你什麼時候出生 你什麼時候歸西 什麼時候先遊 什麼時候不在 然後這個武官就對對這個靈魂 那個鬼魂究竟是不是你真身呢 有沒有人代替呢 嚴明正身 然後就可以容許或者不容許你進入鬼門關 那《西遊記》裏面呢 講到孫悟空 這位這樣的齊宴大勝真是厲害 他理得你啊 鬼門關 生死寶啊 他燒了來 他燒了去呢 根本就沒有證據 就說我什麼時候生什麼時候死了 所以超脫了生死 這個呢 傳說故事是這樣說的 實際上呢 信者有不信者無 但是傳說上呢 就說 就有人點你的名字 那曾經試過有些小說呢 傳說裡面呢 都講到呢 這麼好運了 可能還會入錯鬼門關的 根本就沒有到時候 鬼門關那個生死賊呢 沒有你的專性大尾 你都不是那天歸世的 那那就打你回頭 故事都這麼寫 所以也有在現實生活上很多人進去鬼門關 趁一趁 沒事 回頭回頭 到你正確的時間才去過 這個也是有中國傳說故事這樣寫的 形容鬼門關其實是很簡單的 就是一個關口 進去之後就是一個陰陽的左隔 越入之前還是鬼魂 進去之後就肌綁著 你要跟著那條路 單程路只是向前走 你不能轉頭了 那麼我們看看這個鬼門關的設置 就是這個傳說裏面 人和鬼 就是第二個空間的一個轉化點 是中銀一早已經有了這個轉化點了 就是相當於有他的思想體系 有他的想法的 那麼究竟有沒有真的存在呢 那麼又不能夠說沒有的 為什麼呢 在南宋之前呢 就已經出現過這個這樣的字眼 那麼當時呢 他說這個地理誌 舊堂書的地理誌有這麼說過 標明 他說呢 北柳縣的南邊 三十里 有兩石相對 有舊石相對 那個期間呢 這兩塊石期間呢 是寬闊 寬闊 三十步 那麼就叫這個做鬼門關 那麼究竟是不是真的是鬼門關呢 還是實際地理上的一個名詞呢 還是宗教上的名詞呢 這個不可考了 那麼其次呢 在四川也有這樣的地方 都是講到呢 叫鬼門關 那麼當然呢 我們在封都呢 也有這樣的鬼門關的 封都呢 我介紹一下呢 就是 在四川呢 經過長江流域 一路下到去平原 中間呢 經過了一個小縣 這個縣呢 就是叫做豐都 那麼我曾經在七幾年 八幾年的時候 好像 就搭過下到長江的旅遊船 東方紅號 那麼沿著長江呢 經三峽 一路下到去平原 但是呢 那個時候就沒有 起這個排壩 沒有水利 所以呢 中間三峽呢 都經過了 那麼其中呢 封都這個地方呢 曾經呢 是一個旅遊勝地 為什麼呢 因為呢 相傳說的鬼魂呢 都去了封都 那麼 於是乎呢 封都呢 的遠城裡面呢 就建築了很多 關於鬼 和 傳說的宗教上 文化上的鬼的地方 當然呢 當然是有鬼魂關了 現在呢 別錯了 因為呢 封都呢 已經沉在江底 他將它遷移了 上去較高的地方 在較高的山呢 上高重建 所以呢 也有封都 這個這樣的旅遊勝地 現在尚有 那麼 當年呢 這個封都上呢 這個封都院的平都山上高呢 所以呢 有閻王的天子殿 天子殿之後門呢 就為之鬼魂關 那麼 若略講講呢 閻王呢 這個閻羅王呢 但是呢 圓起呢 就是在印度 她是兩兄妹的 不是單人這個主持 那麼 最主要的閻王呢 在印度來講的就是叫閻王 她呢 她呢 她聽聞呢 傳說中呢 是死的第一個人 所以呢 就被天封了她做管理地獄 那麼 傳入中國之後呢 這個這樣的形象呢 在中華化之後呢 就變成閻羅王了 現在 閻羅王呢 不是一個 閻羅王有十殿 閻羅王有十殿 有十個不同的 所謂禍 來到管理 分頭呢 來到去審判 這些 凡奸 落了來的 罪人 那麼 當然啦 我們 不多不少都是有罪的 那麼 但是 有大罪的呢 未必在封建的時候得到懲罰的 惡有惡報呢 是我們很良好的願望 以致呢 有人這樣說 修橋整路就沒有屍骸啊 修橋整路就沒有屍骸啊 就是說呢 上天呢 未必那麼公道公義呢 就是要處理一些 處理一些人的賞罰的 但是 在佛教裡面呢 這個閻羅王呢 或者十殿的閻王呢 就秉持公道 達到人的一個公義的願望 能夠呢 公公正正地呢 將 凡奸犯罪的人 成之於佛 還有呢 給他們呢 一個合適的刑罰 那這個呢 這樣子的 文間傳說呢 其實都很有用的 因為呢 可以使到 很多人 感覺到 上天有眼 這個宗教 或者這個哲學 是有正義所在的 這個宗教 或者這個哲學 是有正義所在的 你怎樣 怎樣做 怎樣隱瞞 其實呢 都隱瞞不了 無法隱瞞天的 這個是它最重要的一個意義在這裏 那一進入了鬼門關之後呢 那差不多呢 你在陽界的身份呢 已經開始 取消了 取消了之後呢 你就是一個鬼魂呢 就沿著一條路呢 就直去到準備投胎 傳說是這樣說的 那這個過程裏面呢 最重要的一個地方呢 它是會經過一條 叫做內河橋 大家聽過內河橋這個名稱呢 其實呢 是一個翻譯名來的 印度來的翻譯名 不是真的無可奈何的意思 不過呢 譯得相當好 就是一個好 就是沒有辦法了 你都要無可奈何 都要過這條這樣橋 所謂過橋者 下面必定是有一條河了 這條河呢 是陰名 幽名 是 很對不起 剛才呢 線路的中斷 所以呢 講講一下呢 就斷了線 那不要緊要 我現在呢 仍然呢 繼續直播著 由是下答案 頂見 但呢 我在將會中國ília臨時候呢 我teen 是雖然呢 我請我們的�工匹去把兩段 مس YA 都把它分解收其實 Questo 對不起 我只會把兩段 結翻於 我還會加上陶片 我夠再加上陶片 對啊 到用壹多支即可看的 你要看的 那有多謝各位呢 原諒 多謝各位見諒我在外地做這個節目 經常會受到這些中短的情況 但十分不好意思 繼續講鬼靈灣之後就會到達內河橋 內河橋下面的一條河是血河 形容它雖然個個不同 但是非常統一的說法都是一條不是好的河 是血河的 甚至乎污衛 有所謂很多冤魂在下面漂流 從哪來就可能是死後不服 調氣不順 所以也變成冤魂的鬼 當然這個如果不進去鬼靈關的 也有人會說是野鬼 野鬼悠患 根本它沒有了一個正式的歸屬地方 但是大家不用恐懼 因為如果根據佛教 或者根據道教 或者民間宗教所說 這些所謂野鬼悠悠 本身的法力是相當弱的 換句話說 即使它存在 它都是很少很細微的法力 不足以害人 人呢 是很正氣的話 根本就不需要怕這些鬼 也不需要怕這些誘惑 它怕你 所以說到那些鬼的超自力量這麼大 這個是戲劇上 或者電影上 或者電視上 是一種誇大的說法 如果不然它沒有了一個奸角 沒有了一個壓力 所以如果是信這些民間宗教的話 我們就不用懼怕這些遊惠野鬼 好了 又說回奈河橋的故事 奈河橋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 有些人說 那個橋是挺寬闊的 有些人說 找到橋就剩下兩塊白鷹 那不是那麼容易過去 但是呢 你不過去也不行 總要在你的鬼魂一步一步過去 也沒有人能夠幫到你 喏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很大的意義在這裡 人類為什麼會懼怕死亡呢 除了它心理上死亡 是離開了一切 它自己的所屬的世界的物質之外 其實還有一件事就是孤獨 人其實是很怕孤獨的 人在佛教說 這個這樣的恐懼叫做暴律 其實是很怕孤獨的 因為在整個過程裡 人是沒有人幫到你 你的太太、丈夫 或者最親密的戰友 或者你的兄弟姊妹、子女 因為沒有一個人能夠幫到你 在死亡的路上結盤 那這個是要一個人 單單獨獨去走完這條路 所以恐懼的不僅是恐懼在脫離物質世界 而且是恐懼於一個人的孤獨 要單人處理 很多人老了都不懂怎樣處理自己 尤其處理死亡更加不能夠自己拿到主意 所以基督教 耶教在很重要的 《舊約聖經》裡面 都講到一個人 到他死亡的時候 是要走入一個 優正的山谷裡面 當時誰幫你忙呢 就是上主可以成為你的拐杖 成為你的指導 那這個是安慰了你的人心 那當然呢 宗教大部分的作用呢 都是安撫人心 在佛教裡面呢 你是準備定去投胎 那也是因你的 當你的一世的時候 你所做過的功德 或者陰則 或者甚至乎壞事 來決定你的下一次投胎 的六度輪回的時候 去了哪一回 因為做了壞事多 你可能去做畜生 甚至乎去到地獄裡 受盡痛苦 好的呢 你可能 重新做人 或者你升為天人 那 雖然長壽 但仍然有他的性格上的缺點 那這個另外講 最後呢 如果你是能夠達到成佛 這個這樣的階段 你自然會成佛 但不是那麼多人成佛 好了 內河橋呢 過了之後呢 這個人呢 自然呢 就進入了 他的另外一個世界 另外一個世界呢 我們說呢 內河橋裡面呢 之前呢 進去英國的世界之後 有一個地方叫做 摩伊亭 摩呢 就是脫衣服的摩 原來呢 鬼魂呢 是不需要穿衣服的 在這個 傳說裡面 或者民間的講法裡面呢 人的靈魂呢 是 託裸體 你來的時候 沒有衣服的嘛 來的時候呢 在媽媽的肚子裡 一件衣服沒有 裸體來 但是呢 你走的時候呢 通常呢 都有你的仇衣 有你的衣服 來包裹著 但是你靈魂呢 未必需要有衣服 那講到 死的人的衣服呢 這個呢 很多說話講的 譬如說 我們見到所謂的殭屍 人自邊的殭屍 看了很多戲了 為什麼他都在穿著 清朝的官服呢 那這個呢 原因呢 就是因為 當時 在清末的時候呢 是可以 是可以 買官 捉著的 即是換句話講呢 你是可以 給錢 買了一個名譽 一個官位回來 你實際上呢 不是在科舉上 考到 而呢 派了你去做官 或者你一路升級 升到做官 某個官位 那為什麼人呢 這麼喜歡有這個 官服 穿著來做獸衣呢 很簡單的 這個 子女都希望 希望他的祖先 或者他的父母 或者祖父母 是有一個 權衛在那裡 官呢 官服呢 就代表了他的權衛 那麼 那麼 所謂 楊明星顯父母 三次經兩教 那麼 變成呢 全家都很受官 這個歡迎 所以有錢的人呢 都 買了一個官 就穿了那個官 相等的官服 夫人呢 即是他太太 是會 因為丈夫做官 而是他有一個 夫人的名下 而一起呢 都是可以穿著官服的下葬 那麼 因為這個原因呢 所以呢 描寫清朝的殭屍呢 都是穿著官服 跳跳下的 那麼 那殭屍呢 是 中 是這個清朝 尤其是中葉和末葉呢 的筆記小說裡面呢 所記載的 那麼所以呢 也沒有穿明服 宋服 圓服 圓服 或者唐朝的服裝 這個呢 就是這樣來的 好了 有沒有穿博武長衫 有 我也見過 在《新馬仔》和鄧忌晨那個 《兩傻遊地獄》 這套電影裡面呢 那些跳跳的殭屍呢 都是穿博武長衫 而呢 在我小時候呢 華人呢 如果 她的壯麗和她的獸衣呢 男人呢 都是多數穿 長衫馬掛 博武的 可能她一輩子都沒有穿過 長衫馬掛博武 但是呢 獸衣上呢 都是這樣做 好了 接著呢 講這個《剝依庭》 《剝依庭》呢 就是 當那些鬼魂去到那裡 無論你穿什麼的獸衣 你官服也好 常服也好 你穿著一條褲都好 通常你穿著很多條褲 七條褲到九條褲 都是第一條單數的 那麼 當時呢 就認為呢 你可能 會很冷 遇到地獄 你有需要呢 穿多些衣服的保暖 但是呢 其實呢 在《民間傳說》 另外一面呢 說 你穿多多衣服都沒有用的 穿漂亮衣服都沒有用的 穿大大的官衣服都沒有用的 因為 有個《剝依庭》 就要你所有的衣服 脫下來 光吐吐 那光都很醜怪 當然呢 這個是靈魂上來講 就並不是說肉體上來講 《剝衣服》的意義呢 就就是說 你是光著身來 也是光著身去 大家平等 沒有所謂 哪個是官服 哪個是民服 哪個是有錢都穿漂亮些 哪個是窮人 就穿破爛些 醜陋些 哪個是同觀 哪個是穿張席包著 完全 在死亡之後 大家都一樣 一齊 一齊的情況 一齊的待遇 那《剝依庭》裡面呢 就掛了所有 或者堆住了所有 這些死亡人的衣服 在那裏 那這個庭 我相信都相當大了 如果不是搞就不行 好了 《剝依庭》講完之後呢 我們會講另外一個地方 在這條路 這條路上呢 還有一個地方叫做 《望香台》 《望者》 就是看到 看著 回家裡的鄉 鄉下 那 在中國的 道德倫理裡面呢 鄉下是相當重要的 所謂呢 故土 也所謂呢 樂業歸根 我們有一個小說呢 電影呢 都講到呢 樂業歸根 去到死亡之後呢 那個 老公呢 背著太太的屍體呢 回鄉下作 那 亦以中國人呢 的傳說呢 裏面所謂的 趕屍 湘西行屍的趕屍呢 的緣起原因呢 都是樂業歸根這個 這個說法 當時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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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西的地方呢 是非常貧積 和十面大山 是非常崎嶇的 這個 的山路 如果 一個人死了 他需要 回去鄉下 下葬的話呢 這個 入了官 他不懂自己走 這個官呢 找人抬呢 都很吃力 而且呢 不是那麼容易 找人抬得到 經過那些山路呢 回去 回到他鄉下 於是乎呢 傳說中呢 就有說 有一些 道士 懂一些法術 而那些法術呢 是可以呢 令到死人呢 活動的 那當然呢 他的活動 不像我們這樣 走得 走得 又沒有輪椅 推的 他的活動呢 是一跳一跳的 這樣進行 那為什麼要跳呢 這個呢 這個又是一個 物理上的 解釋的 他說呢 人死了之後呢 這些關節 尤其是 腿的關節呢 是不能夠屈曲的 所謂僵硬僵硬 硬化了 那麼 他要動動呢 就 只能夠呢 是一跳一跳的 這樣動動 這隻手呢 也不能夠彎曲 所以呢 他要伸直一下 一下呢 平衡身體 那麼這個呢 就為之行屍了 這個都有少少的科學根據 但是實際上 有沒有這樣的行業 是能夠驅使一些死了的靈魂 或者死了的肉體 能夠自己走路 或者跳著 回到自己的鄉下那裡呢 下狀 那麼呢 根據 調查所得呢 這個 這樣的 行業呢 似乎呢 是沒有的 那麼 也有人呢 做過一個考察 他認為呢 即使有 都是一種呢 欺騙的行為 他用了呢 一些竹竿 挑著一些死屍 而李詩裡面呢 是暗藏了一些遺禁品 可能是毒品 然後呢 然後呢 就說 這些死屍呢 是經過 他們的念咒 能夠一跳一跳回到家裡 下葬 其實呢 其實呢 就是他們兩師徒呢 那兩個人呢 就用竹竿 擔著那些屍體呢 走路走走 不過在晚上走走 所以呢 相當之神秘 而講說話呢 講的故事出來呢 很多人呢 會震驚 因為震驚呢 所以沒有人呢 夠膽去查得很清楚 究竟 這種 相西行屍 跳跳的屍體 是不是熟實呢 比較困難一點 好了 將來我再有機會 講多些行屍的故事 或是行屍的事實 告訴大家 那就講講這個 民間講到的望香台 望香台 顧名思義呢 就是望回家裡 因為既然呢 是中國人的一個很重要的 他生活 和呢 他原來的地方 每個人呢 都是很 注重鄉情的 為鄉村呢 為他自己這條村呢 鞋鬥打架 經常有的 為國家打的呢 反而不是那麼多 這個呢 中國人呢 有些的 有些的 缺失了 好 入到這個 望香台呢 叫登高的 當然 就會在高處呢 望到一個比較遠的地方 因為你現在說 中國地方這麼大 他怎麼看得到呢 這個呢 神話傳說 他可以呢 登上望香台呢 朝他的方向呢 朝他鄉下方向呢 可以看得到 他鄉下 那是不是要看遠鏡啊 或者是要 特別的裝備啊 又沒有講明的 總之他是鬼魂呢 就什麼都可以了 就可以呢 看得到 他的鄉 那看那個鄉呢 就看到可能 他的親人呢 在那裡 為他做法事呢 或者呢 哭譯啦 不捨得啦 那這些都是呢 一個良好的願望 一個這樣的說法 就看到呢 中人呢 他鄉村 他自己的故土的一種呢 關懷和愛護 好了 那這裡呢 我順便呢 講講呢 中國的福例 這個恢復的福 那當時呢 在中國人呢 有一個 他認為一個人死了之後呢 未必呢 是馬上死了 可能呢 要在他的大廳那裡停屍 一段時候的 那起碼呢 就頭七啦 那在這個停屍的期間呢 他必定呢 要找一些親人 在西北角擔當梯 上了瓦背 上了瓦背 然後呢 用這個死者的一件衣服 迎月鋒呢 就飄揚 現在大喊這個死者的名字 希望呢 他的鬼魂呢 回來 因為他已經死了之後呢 已經脫離了一個肉體 那之後呢 就落梯 入了屋 那把這件衣服呢 放在那個屍體上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當於呢 他 得到安息 那又為之福禮 那現在當然沒有了 那當時呢 那這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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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四個字 都看過這個壽中正寢 這個這樣的名堂 原來正寢呢 並不是是他 在家裡 睡覺的那張大床 或者 他家裡的睡房 那時候沒有所謂 睡房大廳 大廳是很重要的 那 正寢就是他的大廳 那大廳呢 不只是招呼客人 而且上高是放在神台的 歷代祖先呢 都在那裡供奉 大的宴會都在那裡舉行的 大的儀式呢 比如婚駕 也在那裡 拜見家翁 那當時呢 那些人就臨死呢 知道都沒得救了 若食無靈的時候呢 他就將 他那個 床呢 用矯椅呢 搭了床板呢 就 放在他的大廳上 而且呢 換了一張新的草籍 鋪在上高 當時沒有大工床的 沒有所謂現在的 棉 的戰獄堂 沒有這麼漂亮的 那這個呢 就叫做易櫃 這個竹字頭 一個櫃 就是易 換了那塊竹籍 新的啊 這樣就準備呢 壽終正尋 在那個廳上死亡 那所以呢 亦跪亦是可以說一個 隱喻 代表了死亡 但是因為很多人呢 是不會覺得 死亡很吉利 於是呢 用很多種方法 委員那樣呢 講了死亡 這個情況 譬如說他走了 現在這樣說 他走了 他不在了 這些都是 一種偉軟的方法 易貴是一個文雅 那麼 到了 他真正斷氣之後呢 斷了氣呢 那麼呢 就在這個廳那裡呢 就 做他的大念和小念 那麼 大家知道呢 或者見過呢 或者見過呢 一些相片 或者真實的情況 我就見過真實的情況 因為我年紀比較大些 在我家對面呢 是唐樓 或者是西樓都好 他都 建築了一個竹籃 由四樓那麼高呢 就一路呢 建築到下去 樓下地下的 這個竹籃 這個竹籃 這個梯有什麼用呢 這個梯都很斜的 都行不慣呢 我們都 上落都不到的 他有一些 五座佬呢 是經過 被他們經過 他們抬著那副官呢 四人 八人或者十六人呢 就抬著這個官呢 由這個竹籃呢 的四樓 一路下來 在街上呢 然後才開始 制製 很少去 餘館的關係 那 為什麼要 建築籃 來 這麼辛苦 運那個 材 運那個棺材 下來街呢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物理上呢 可能很多 樓梯呢 是 棺材轉不到彎的 那麼大幅棺材呢 那麼多人抬 未必一定能夠 通行無助 第二 棺材這件事呢 很多人很忌忌 也不願意呢 經過自己的門口 雖然說 見財見財 好像見到 財爺那樣 實際上 很多人呢 是 臭記 所以呢 大家來試講一句 也不 歡迎 棺材 死人呢 他又哭的嘛 死人呢 就經過自己的家門 雖然 可能是老友 可能是親戚 都未必 喜歡 所以呢 就搭棚呢 運送了這個棺材下去 街 在街呢 主持著 這個 主持 這個 儀式 我們現在叫做 告別禮了 那麼 當時 當時呢 搞很大的 中間呢 又有 人樂隊啊 中間又有 儀仗隊啊 甚至乎呢 有些 車呢 是運載了 那些人送的 花圈啊 禮仗啊 就是這樣呢 走街 走 走 走一段很長的 巡遊的街道 當時 香港不是那麼多人 所以呢 巡遊的街道呢 也 去批准的 有錢的呢 甚至乎請兩位 交通警呢 就開路 那麼 當然呢 加上那些 銀行隊 穿了 穿了 制服 滴滴滴滴 有中樂 有西樂呢 就 引起很多 圖人的 注目了 那麼 後來呢 漸漸呢 所謂的銀行隊呢 都是一些 老弱殘呢 來負責 可能呢 是一張男爺充鬚 中間呢 有一兩個呢 都不知道是不是 能不能吹點打的 那麼 但是這套衣章呢 穿得出來 又不是那麼齊整 啊 但是呢 都是叫做呢 有個銀樂隊的演奏 那麼 那麼台灣呢 後來呢 演變成呢 請一些舞梁呢 穿很少的衣服呢 啊 唱這個 鄭少秋 這個名曲 啊 不必相送 那一邊呢 就跳著 現舞 一邊呢 就 啊 出品 甚至乎呢 最近我看到一個 網頁的視頻呢 看到他們拜祭的時候呢 也請了一些呢 穿穿得很少的美女呢 呢 在那個墓前呢 啊 再歌再舞 那是不是這個死者呢 在欣賞著這些 穿得很少的母娘 的母子呢 真的不知道的 但是在台灣呢 這些事實上呢 是實情來的 我們看到的 真的呢 真的呢 比較呢 啊 怪異 啊 在香港呢 我沒有見過 那這些女人又 再補充一個題外話 這個題外話呢 就叫做 盆菜 現在大家呢 這幾年呢 都可能呢 吃很多肉盆菜 那麼根據我們鄉新呢 鄧達志來講呢 原來呢 最早期呢 這個盆菜呢 呢 的 元氣呢 呢 就因為 他們要去拜山 他們的祖先呢 都安裝了呢 在有風水地的山上谷 那這些山呢 比較遠一點 那祖孫呢 譬如在清明的時候 從洋的時候 或者他們 生氣死氣的時候呢 去拜祭呢 就比較 走了遠路 那那一群子孫去到這麼遠呢 都要 吃午餐都要吃飯啊 於是乎呢 他們一父女就 煮了一些菜 那些菜就放在盆上 一次過就把它堆上一些食物 大家就上山之後 製完之後就開了這個盆 大家就分食了 所以呢 最初的盆菜的來由就是 由於去拜山的時候攜帶的食物 當然沒有現在的盆菜的份量 或者沒有現在的盆菜的種類那麼多 現在很多珍收百味都放在盆菜 有蝦有蠔等等都相當豐富 我這個元朗的寺堂 吃過他們的盆菜相當豐富 很多店舖呢 香港的市區店舖也是做這個盆菜 也用很多珍收百味來做它的內容 所以呢 相當於流行於香港的一個菜式 但是呢 它的元氣是什麼呢 我相信呢 不是那麼多人知道 不過呢 如是我問呢 就為大家呢 報導一下 分享一下 好了 時間呢差不多 那麼我答應過大家 希望呢 將兩部分呢 加起來 那麼大家看起來比較容易些 加起來之後呢 我再加了一些呢 圖片 說明 讓大家更容易了解 那麼 借這裡呢 我特別多謝呢 我們網囚的朋友 那他們呢 依我們那個銀行的戶口呢 就匯了錢過來 有些寄掛號信 那麼我們收了之後呢 很感激大家呢 對這個節目的外戶 不單止這個節目 整個科立的外戶 包括呢 禁失不禁話 包括呢 《罪言堂》啊 我們現在這個節目 如是我問呢 還有呢 蕭公子的主持的 《決戰中環》 還有很受歡迎的 《衛生》講解節目 由呂王親自為大家講解 還有呢 他為大家準備了一些 健康的食品、飲品的 這個呢 就是生同感受 大家呢 仍然支持我們 讓我們呢 能夠呢 有少少資金呢 能夠呢 更加改良我們的節目 好了 那麼今天到此為止 很多謝各位收看 星期六 我們再見 拜拜 拜拜